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中国外长王毅欧洲之行的相关后续进展 这个话题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今天围绕着王毅已经结束的欧洲之行 我们再为您带来更多媒体的相关评论 我们知道中国外长王毅在九月一日就抵达了这一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德国 并与德国外长马斯进行了会晤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中德两位部长的会晤不是在外交部 而是事先安排在了提格湖畔的一座别墅里 被认为是进行德国方面的友谊外交降级 而两人会晤之后举行了记者会 当时马斯首先发言表明现在的疫情对世界提出了要求国际合作 现在这是我们二零二零年第三次会晤了 在气候保护方面欧洲仍然将与中国肩并肩合作 同时欧盟也会在边界之外捍卫其核心价值 但是马斯语气一转 马上说中国方面不要动辄就摆出威胁的架子 他说对于行为进行恫吓我们完全无法接受 在外交和安全领域 我们和欧盟伙伴国家是团结一致的 很显然马斯这里所说的就是 王毅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齐尔率领八十九人代表团访问台湾的相关评论 另外马斯又继续提到德国对港版国安法产生的影响仍然怀有忧虑 与欧盟发出共同的呼吁 希望尽快举行立法会选举收回国安法里的限制 马斯同事指出希望中国方面可以同意联合国派遣观察小组进入新疆 并宣布下周将开启中德人权事务对话 届时会涉及到中国政府在新疆对于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状况 而中国外长王毅则立即强硬驳回 再次重复了此前对捷克的批评 并说捷克的行为已经越过红线 还强调各国不可以干涉包括香港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内政 此外王毅还特别强调二0二0年内完成中欧投资保护协议谈判仍然有很大的机会 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相关报道 王毅同五国领导人和外长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进行了坦诚深入沟通 达成了广泛共识 其中主要有三点 一是坚持多边主义抵制单边行径 二是加强团结合作 反对分裂脱钩 三是要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妥善管控分歧 但是其中却没有提到欧洲各个部门对于王毅此行的批评 而外界对于王毅此行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此前欧洲媒体普愿用魅力公式来形容王毅访问的目的 在王毅回国当天 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秘书杨洁篪就已经动身启程 在缅甸后随即前往希腊和西班牙 在这次疫情之后 两位最高级的外国官员先后访问欧洲 似乎说明了习近平对中欧关系的重视 在与欧洲领导人的会谈中 美国往往是房间里的大象 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却没有提出的问题 德国世界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新的中国时代 其中指出中国在南海的飞弹还有王毅的访问 都是试图把欧洲拉入中国阵营来对抗美国 而王毅的访问也揭示了欧洲现在的两难处境 此前美国官员多次出访欧洲 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次推动跨大西洋联盟 来对抗中国 王毅多次说各国要避免新冷战 并且再次宣传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说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项目来帮助到深受疫情影响的欧洲各国 但是欧洲各国对于王毅这样的说法普遍反响猛弹 尽管此前有报道 欧洲对于选边站仍然有很大的顾虑 二零一九年习近平访欧的时候 曾经针对当地世界频发的危机 向欧盟德国以及法国领导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方案 也就是四大赤字 分别是信任治理和平和发展的赤字 但是问题是欧洲仍然不能忽视中欧之间的分歧 虽然所谓的多边主义是中国宣传的 而欧洲也有共识 但是欧盟现在把中国的分歧视为关系的决定性特征 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 还是不断攻击性的产业结构以及对外态势 都使得欧盟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系统性的对手 虽然当时中国曾经提出旨在缓解这些问题的所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但是在七年的讨论之后 这次仍然没有什么进展 中国外交官声称有可能在年底达成协议 这似乎只是口头说说 但是具体有什么样实质性的举措仍然非常困难 而欧洲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声浪呼吁 中国和欧盟之间并非事事如意 有许多根本性的分歧根本解决不了 比如中国在香港还有在新疆的高压政策 已经成为了包括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在内的政客的密切讨论的议题 无论是网易登陆罗马还是本周来到柏林 当地媒体都密切报道了现场就新疆还有香港问题提出抗议的人群 来自德国世界报的文章则指出 共产党领导层对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镇压 是网易欧洲之行的一个争议问题 并与南德意志报一起报道了德国参加人权委员会的议员们 是如何警告中国正在对民主反对派进行下一轮大攻击 而法国的星期日报则直接说中国的魅力攻势为何失败了 其中举例说在奥斯陆共产党的代言人想谈的是在北极地区的公共项目 最后就就肺炎起源而争论不休 并且警告挪威不要再把诺贝尔奖颁给中国异议人士 这哪里是魅力 除了人权问题 有关于华为的争论也在很多报道中都有所体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媒对于这次访问中面临到的抵制 是只字不提只挑好的鞋 比如中国官媒对于王毅访问法国进行了相当正面的报道 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法国保证不会进华为 而法国记者分享这篇文章并且讽刺到 马克龙还承诺下次访问北京时为中共的政治局跳大腿舞 显然是讽刺北京这样的报道是严重失实的 而法国的观点周刊把王毅此行形容为是羞怯的魅力公式 认为王毅是习近平在欧洲的救火队员 但是拉拢欧盟的魅力公式 不如说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中国在国际舞台面临的潜在危机 为中欧关系止损 但是现在两个地方的关系在现阶段好转是不可能的了 灭火无望 救火队员也只是去走个过场 王毅如果真的要消除欧洲与中国关系中的火灾隐患 仅仅靠重申之前的老调调 并且说中国有多边主义的愿景似乎还是不够的 法国媒体认为现在中国仍然面临着根本性的分歧没有解决 而在真正着手解决这些分歧之前 想必不管是王毅来还是杨洁篪来 对于解决中欧关系的根本问题都无济于事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消息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在彭博社的一篇观点文章 作者是中南海著名智囊王辉耀 他写道现在我们很容易把川普政府针对中国应用TikTok还有微信的运动 视为从各个角度攻击中国的选举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举动以及中国的反击 正在助长全球经济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除非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 否则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他表示就像上个世纪时有为贸易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一样 数据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贸易增长的命脉 包括TikTok等应用在内的数字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 而数据流也日益成为食物商品贸易的基础 支持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和区块链 人工智能还有物联网等新兴制度 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 二零零五年到二零一七年跨境带宽的使用量增加了一百四十八倍 而在缺乏如何管理数据流的全球共同规范的情况下 各地的国内政策制定者都在制定自己的补丁 以规范数据并且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 欧盟在二零一八年实施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而中国已经通过了全面的网络安全法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全球的数据法规数量已经从二零零零年代初的五十个左右 上升到了二零一九年的二百五十个左右 而这些规则的拼凑性给企业带来了复杂性 也给国家之间带来了摩擦 对于数据治理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看法 价值观和能力 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 大家都应该有权利对数据进行自己认为适合的监管 而同时世界需要为如何管理数据指定共同规则 否则这种冲突只会泛滥 他写道真正需要的是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多边数据治理机制 第一步是完成正在进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谈判 谈判旨在为数据指定全球基本规则 还有例外情况 同时也要维护世贸组织体系的中心地位 他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大部分所在地 两国领导人不应将对方的公司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而应该寻求行业共识和最佳实践建立全球标准 为了让双方的安全鹰派放心 世界需要更加明确 有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安全的数据管理实践 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在帮助全球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中复苏 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在我们面临着那是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 现在是让我们的多边贸易规则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了 现在应该阻止数字保护主义的浪潮 以便数据流动能够成为增长和机会的来源 而不是更多的不和谐 分析认为王辉耀的文章意在向美国求和 认为新数据冷战可以休矣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的是跟华为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 由于美国制裁临近搭载海思麒麟晶片的华为高级手机 在中国大陆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人民币三百元到四百元不等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通过这样的议题是炒作价格 此前美国商务部在五月十五日公告 将禁止厂商向华为出售采用美国制造设备 或者是依据美国的软件与设计技术的晶片 厂商如果向华为供货需要率先取得美国的许可 而禁令将在九月十五日生效 此前华为极力向台积电等大厂下订单并且进行囤货 而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第一财经财联社等报道 随着九月十五日的脚步逐渐逼近 大陆消费市场上出现了抢购和哄台价格的情形 多款搭载不同系列麒麟晶片的华为高级手机 价格是水涨船高 报道引述经销商指出 华为等命三十保湿结板至少是上涨了一千块 还有人说手机上涨了三千块 除了新的机型以外 华为相同的高级手机在二手市场的收购价格 也平均上涨了一百块钱左右 有分析认为供应商确实面临着货源紧张 但是也不排除这一波涨价后有饥饿营销的成分 分析指出搭载麒麟晶片的华为手机现在的库存大概可以支撑半年左右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我们下一个有限的途合接架